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港行长潘公胜出席会议并且致辞 双方就两国货币和金融稳定 金融监管 金融市场 跨境支付和数据 可持续金融 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 全球金融治理等议题 和其他双方重点关切的问题 进行了专业 务实 坦诚和建设性的沟通 原定4月1日实施的垃圾征费 第二度推迟至8月1日实施 政府部门会在4月1日先试先行 当局也会免费派发指定垃圾袋 到一些住宅楼宇演练 垃圾征费引起的执行疑问 近期越来越多 政府包括特首李家超 几日前才说会多讲解 最新决定由4月1日推迟到8月1日实施 被问到有报道早前引述消息说 基本法23条立法 或者在今年上半年进行 是否因为这样要推迟征费让路 谢展环说两者无关系 有些市民觉得政府需要做多些解说 越来越多的问题出现 我觉得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我们也很想垃圾收费推行得成功的 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么多 大家都不了解的情况下 我们是去推行 还是说我们做好的解说 来推行会更加好呢 为什么是8月1日呢 我其实就很想可以越快越好 但是接下来的时候 6、7月的时间 可能学校有考试 8月的时候 刚刚就是一个暑假的时候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推行 各方面来说 都是一个十分好的时机 他说为了令到解说有效 政府4月1日先行先试征费 也都会在部分的住宅楼宇实地演练 住户会获派发免费的指定垃圾袋 以往我们做的先渡计划 主要都是内向 是让我们自己去看 但今次我见到市民不了解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一些先行先试的实地展示 是要导向市民的 让他们见得到 刚刚我都说了 我们会拍一些影片 正所谓一幅的图片 性格就是一千字 他说长程星期一 咨询立法会的时候再交代 相关的安排获特首李家超支持 至于当局计划 本月底至下个月 在三千几个零售点 率先售卖指定垃圾袋 谢展环说 所有相关计划和配套 会如期进行 不会暂停 垃圾征费最初计划 去年年底推行 政府基于清洁业界反映 年底至农力新年人手紧绝 首次押后实施日期 母线电视机者梁永祥报道 多个受影响业界都欢迎政府 推迟垃圾征费 多个政党建议政府把握这段时间 多些落区和提供更多资料 环团对政府决定无奈失望 垃圾征费实施日期一推再推 市民赞不赞成呢 有私人屋院清洁人员说 住客近期都趁原定 4月1号实施垃圾征费之前 扔多了垃圾 认为押后实施可以舒缓工友的工作量 多个受影响的业界都表示欢迎 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去施行 反而现在推后了之后 就正好是退了一些时间 就比我们更加了解政策 同时是同意会确实了政策之后 我们怎样推行一个新的收集垃圾方向 那现在时间多了 就其实可以解决到 一些之前可能人手不足 我们要多些时间去训练 准备 培训教育 会有多了些时间的 其次就其实有很多的环保回收清洁商 他们都在执行上 或者人手上有困难 多个政党都欢迎推辞 但是认为政府要把握时间落区 他们也挺推淌 我们的区议员都是全天候工作 希望他们都是全天候工作 还有向市民传媒解释的时候 不要说些说话 令到整个社会都生气 我们其实一直在催促政府 快点啦 你快点给资料我们 你快点出来做宣传 你快点做这个推广 我们也认为政府可以在他的方面做得好些 环保团体绿色地球认为 征费获立法会通过至今已经30个月 政府的做法是折冲之举 但是不理想 敦促当局除了解说之外 也都要扩充回收设施 鹿岭行动就要求政府充分交代 4月1号至8月1号期间的工作时间表 方便外界监测政府进度 显示减费决心 无声电视机就在何曼君报道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案续审 以重返证人身份作公的一传媒集团 前行政总裁张建雄 说黎智英想用新闻吹谷市民上街 也曾经计划为泛民印制抗争标语 而在黎智英见了美国官员后 《苹果日报》编採政策越来越偏激 正是服刑的黎智英坐囚车抵达西九龙法院 审讯踏入第13日 控方继续问重返证人 一传媒集团前行政总裁张建雄 黎智英的编采指示 黎智英在游行前两天 转发给张建雄一张对话截图 要求联络被内地通缩的 前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 张建雄说不认识截图里面 和黎智英对话的廖中仁 不过从内容推测 他是香港电台摄影师 黎智英向廖中仁说 会用林荣基的新闻 吹谷28号的大游行 要做头条 请对方促成和林荣基电话访问 张建雄当时正在台湾公干 找到林荣基之后 和台平的同事访问了他 事后就向黎智英汇报 张建雄采访之后自己写稿 传给《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 指示要尽快在网上版发布 另外也都告诉副社长陈佩敏之 老板黎智英希望放头版吹谷游行 星期六《苹果日报》头版报道了访问 标题是林荣基临别呼吁 守护香港明日上街 张建雄说新闻稿主要是由他写 又说直接引述林荣基广东话教传神 香港人看到会有感觉点 报道出了街之后 张建雄再收到黎智英的讯息 张建雄理解为 未够满意吹谷效果 不够刺热 黎智英之后托香港监察创办人 找前港督彭定康谈论修例 黎智英之后转发访问内容给张建雄 包括彭定康说修例破坏香港核心价值 损害一国两制和法治等等 希望尽快报出来 最后报道当日放了上网 第二日即是游行当日建雄 控方再拿出两张黄底黑字 角落有《苹果日报》标志的长番 一张写反送中 一张写罢工罢货罢市 张建雄说游行当日最后没有派到 因为黎智英临时说逃犯条例延期 有人也因为逃犯条例自杀 泛民李卓人说不派住 另外黎智英决定2019年7月1日开始 向《苹果日报》注册会员 收一次3元手续费 同年9月改为月费订阅 张建雄说 黎智英认为收的钱可以用来帮助 抗争人士医疗费 鼓励支持运动的人订阅 批准每3元手续费 撥出1元捐给反送中诉讼基金 每30万人付钱就推博给读者 告诉他们会开支票捐30万 黎智英2019年7月 也曾转发彭博的文章给张建雄 内容有关黎智英会见时任 美国副总统彭斯等 应用是特朗普团队透过会见香港政治分子 向北京发出挑人讯号 洪方问为什么会传给他 张建雄说黎智英传送这个讯息 是为了让他知道一些背景资料 黎智英不会在会面之前告诉他 一般是在会面之后一段时间才知道 黎智英和哪一个见面 黎智英同月25日打电话给张建雄 提到之前见了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请美国支援香港反送中运动 黎智英要求跟进这件事 和做回大一点 张建雄事后通知罗伟光跟进 洪方问黎智英有没有解释 去美国见官员的原因 张建雄说没有 不过说当时觉得原来黎智英 真的可以去到美国白宫和官员见面 表达香港的情况 觉得有点high 运动好像有点希望 张建雄说自此之后 黎智英港制裁的次数越来越多 也都开始在不同的场合提出 和勇不好分化、长期抗争 《苹果日报》之后的偏采政策 也都越来越激烈、偏激 洪方最问是有什么变化 张建雄说 报章报道会同情反修例示威 暴力激烈场面 觉得是政府和中共迫道感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迁报道 2019年里大冲突 11人承认暴动罪 被判监46至61个月 区域法院法官借审智慧判刑的时候说 李大暴动极度暴力 牵动全港 各被告承认在警方封锁前 已经进入校园 特为持续一个小时 当中包括使用弓箭 投策汽油弹 形容各被告 犹如熟练军队 向警方攻击 硬厂防线 明显对视 法官认为各人即使有悔意 希望更新改过 但是不是减刑因素 也都不应该轻判 至于两个被告 案发的时候不够18岁 法官就说 就算年轻都应该知道行为错误 判入劳教中心和教导所 不足以反映罪责 判两个人入狱48个月 另外两个被告 也都分别承认 无牌管有无线电通信器具 和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 判刑最重 分别判囚56.5和61个月 同案三个不认罪的被告 将会在7月12日裁决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线有食一阵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这节先看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上升 杜瓶斯工业平均指数报 37,631点 升163点 标准普二500指数报 4,803点 升22点 美股三大指数高开 美国十年期债息继续处于4.1厘水平 美国消费信心指数好过市场预期 但是成屋销售下跌 美股导致组断曾经倒跌 其后反弹过百点 晶片股做好 航空股受压 中概股普遍下跌 理想汽车跌百分之三 百度跌超过百分之二 和澳洲股市表现 英国富士100指数升11点 法国cat指数跌28点 德国dex指数跌8点 其他消息 近日开采的中国体育彩票 超过五亿元人民币的掌词 一夜清空 由于五部搞主机都搞出号码5 组合罕见成为业务 彩票管理中心职员说 开掌的号码是随机出现 不存在人为操纵或者设备估障 中国体育彩票 星期三开采的两款数字型彩票 总销售金额超过7100万元人民币 官方网上直播搞主 五部搞主机各自放了 0至9号一共10个波 结果出现连五组合 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五 根据官方网站 只是计头三个波的排列三 中奖注数超过8万柱 派发奖金合计大约9000万元人民币 五位数字组合的排列五 有近6000柱中奖 赌金一共有5亿多元人民币 中奖号码组合罕见 加上中奖注数近100期 第一次达到四位数 引起网上讨论是否存在内幕 有内地传媒就引述中国体育彩票 每次搞主开掌都是独立的随机事件 也都有公正人员监督 不存在任为操控 也都不涉及设备程序故障等的问题 对于彩票开掌结果再引起争议 有学者说事件反映公信力存在问题 建议有关方面应该由民众角度解释 而不是只是提及程序 无线电视机者陈树仪报道 内地新年持续反滩 退有当年的中国工商银行 前党委委员刘立宪遭开除党籍 中纪委披露 他涉嫌违规获取境外身份 并且长期隐瞒不报 中纪委国家监委最新通报 69岁的中国工商银行前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刘立宪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租开除党籍 当局说他非法获取境外身份 长期隐瞒不报 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 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在案件处理 企业经营等牟利 并且非法收售巨额财物 刘立宪早年在检测机关工作 曾经出任最高检贪污贵路检测厅副厅长 2005年加入中国工商银行 历任几位书记执行董事 2014年因为年龄原因退休 去年9月自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党委常委副校长张广 同一遭到开除党籍和公职 中纪委说张广涉嫌长期违规拥有 非常市公司股份 将任职高校的资源 作为谋私贪腐的工具 为他人在招生入学 求职就业等牟利 非法收售巨额财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是内地31间由中共中央 直接管理的大专业校之一 提速工业和信息发布 主力培养航空航天人才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儿报道 美军再攻击也门湖塞武装据点 湖塞武装又再袭击美国双船报复 湖塞武装强调无意扩大攻击双船 表示中俄等国的船可以安全通过红海 美军星期四出动战机 对支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哈马斯的也门湖塞武装据点 展开上星期以来第五次打击 摧毁组织在也门的两枚反弹导弹 说导弹瞄准红海南部准备发射 湖塞武装当晚展开报复 在连接红海的压丁湾海域 发射两枚反弹弹导弹 袭击一艘沿挂马哨尔群岛期的 美国温游船 湖塞武装强调打击精准和直接 不过美军说导弹落在船的附近 没有造成损毁或者人员受伤 这一次是湖塞武装三天之内 第三次袭击商船 美国总统拜登承认 目前仍然未能阻止湖塞武装 湖塞武装就说不会被美英攻击客退 强调无意扩大攻击商船 也都不希望冲突在区内蔓延 有湖塞武装政治局成员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 强调任何以色列或者和以色列有关的船都不会有机会穿越红海 但中国和俄罗斯等其他国家的船可以安全通过 在北京外交部重申 红海水域是重要国际货物和能源贸易通道 我们呼吁停止洗扰民用船只的行为 维护全球产工链的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 同时我们也认为应当避免给红海的紧张局势火上浇油 避免推高地区整体的安全风险 中国驻也门大使馆说 目前也门形势严峻复杂 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尽快撤离到相对安全的区域 无线电视记者廖淑仪报道 天宙6号货运飞船已经受控载入大气层 天宙6号去年5月升空 运载航天员载轨注留消耗品 推进制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 今个月12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并且在独立飞行期间 成功释放大连理工大学试验卫星 天宙6号星期五晚8点37分 受控载入大气层 飞船驻大部分的器件 在载入大气层过程中消失消毁 小两层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各位好 我是李贼浩 基督教政生会多名董事涉嫌串谋诈骗被捕 旗下政生书院继续运作 有老师说仍能够和海外被通缉的董事联系 有被捕董事说早已提醒要公开财政 呼吁被通缉的校长陈兆卓 和创办人林熙胜回香港交代 位于大嶼山芝麻湾半岛的政生书院 原常运作 有教职员说已经向17个学生讲及事件 而身处海外被通缉的校长陈兆卓 和董事林熙胜将会开会向他们交代事件 今早我先和林熙在WhatsApp请教他 如何得到指引再去运作我们的组会 有家长打电话给我们同事去问一下情况是如何 当然会担心会不会影响到子女来校DSE 但我们现在都要去开会听进一步的指示 我相信我们会尽力守护我们的学生 社福界立会议员迪志远促请政府 尽力确保书院的运作 或者研究其他机构接办 又说禁止事件或者同事令到市民 对捐款给慈善团体失去信心 警方日前捉了四个基督教证生会的董事 说他们涉嫌串谋责骗 将三年几前筹得的五千多万元捐款转移海外 由通缉校长陈兆卓等三个已经离开香港的董事 其中一个被捕的董事 报称传道人的李永雄说 从来未接触过政心会的诉保 权力落在陈兆卓和林熙成 曾经获告知部分的善款将会用在英美的事务 表属相提很正常去帮人去发展事局 但是手段错了 曾经认过他 将这些财政公开 但是陈兆卓都说林熙成不能拼 继续刻上作业 我心想他迟早会出事 希望他们勇敢点 回来中国 面对自己的责任 他说会尽快辞职 报线电视机长陈家印报导 38名大律师曾经收取612基金款项提供法律服务 前年被投诉当中有环节专业行为失当 大律师公会调查后裁定投诉不成立 大律师公会换届杜监坤连任主席 毛洛丽和陈正龙连任副主席 杜监坤说大律师公会2022年5月收到投诉 说38个大律师获得612人道支援基金资助 提供法律服务 涉嫌专业行为失当 公会成立委员会调查一年半公布结果 第一类指控涉及7个大律师 说他们误导法庭以異作服务的形式言评 但实际有收取费用 调查之后发现他们从来没有向法庭表明 是以这个方式言评 第二类投诉说大律师繞过指示的事务律师 直接收取诉讼费用涉及26个人 但有24个人都能够出事文件 证明有关的支票由事务律师转交 第三类投诉是按条件收费涉及29个人 但调查发现收费是按已经公布的或一金额 加上不少涉事案件是提堂 不涉及有成功或者失败的诉讼结果 第二和第三项的投诉里面 各有两个人因为没有保存部分的文件记录 违反守责 公会已经发信提醒 但是执委会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有专业失当 也都不涉及诚信问题或者刑事成分 因此一致裁定全部的投诉不成立 38名大律师和在2019年相关案件提供的法律服务 当我们在回望这些个案的时候 其实数量是很多 加上他们处理这些案件的时间 紧逼 其实在香港的历史和法律界的历史上高 我们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加上大律师行业独立运作和收费的模式 其实外界也都未必可能完全理解 我们公会也都会在日后把每一个不同的机会 向公众解说我们的规则和运作 至于政府目标在今年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 大律师公会表示 希望当局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权保障上面取得平衡 对守法市民的影响减到最低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立法会财委会通过撥款22亿8千万 推行新生婴儿2万元奖励金计划 对于合资格半江孕妇 如果突然在达班区分娩 还可不可以拿到奖励金 政府说会着情处理 施政报告提出 每个去年10月25号起3年内出生的新生婴儿 如果她的父母任何一方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可以获2万元奖励金 立法会财委会议67票赞成 反对同棄权各一票通过近23亿博款 包括每年大约80万的行政开支 计划之下 宝宝要在香港出生才受惠 有议员关心一些特殊情况如何处理 如果你说一位孕妇坐高铁 她提前出生在内地段生了个B 那怎么计算呢 又或者是去澳门 回来的船生了个B 那怎么计算呢 这些其实是我们会有着情的 着情权在我那里 如果是这些情况 就会拿来给我们 政沐司副司长办公室作考虑 我觉得这些事大家开心 尽量宽送 亦都有议员关注农年效应之下 博款够不够用 这三年 你怎样在农年效应的时候 可以计算到这条数 是真正的鼓励到 这条数其实会不会是保守了 其实你们会不会是可以乐观点 去积极点 今年我们预计是说有三亿多 但如果以现在的出生率计 我们看到其实三亿多都用了 那会有些钱又会是滚泉下去下一年 那整体来说 三年来说22亿我们觉得是足够的 表明反对的社会福利的议员迪志远认为 政府财政困难之下 不明白政府这种慷慨从何而来 卓永庆说财政紧缺 不代表任何开支都不可以有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访问巴西 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 王毅说中巴两国应该加强合作 应对全球挑战 支持巴西国际和区域事务 发挥更大作用 由记者中彩熙在巴西尼亚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 完成非洲四国访问 转到是巴西首都巴西尼亚 巴西政府代表和中国驻巴西大使竹青桥 在机场迎接 巴西外长维埃拉为他举行欢迎仪式 王毅向维埃拉说 中方真是中巴友好 愿意以中巴建交50周年为契机 推动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迈上新的台阶 并且筹备好双方下阶段高层往来 王毅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中国和巴西作为东西半球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代表 应该加强团结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中方支持巴西 在国际和区域事务当中 发挥更大作用 巴西7月将会在利约热内劳 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维埃拉说 期待以此为契机 为双边关系注入强劲动力 王毅到访巴西期间 还会会见巴西总统劳拉 和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 阿莫林 王毅在巴西停留了大概一人 他之后就会转到今次非洲和拉美之行的最后一站 加勒比海岛国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熙 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报道 有分析认为 王毅到访巴西有助推动中国和巴西商贸往来 亦表明中方未来会加强和南美洲国家合作发展 中国连续十几年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额达到1700几亿美元 中国由巴西入口大豆、鸡肉和宿米等食物 并且在巴西投资基建、电力、旷业和农业生产等 被形容是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巴西总统劳拉 去年曾经率领当地200多个商界代表访华 有志夫就认为王毅今次回访巴西 同样是为了推动两国加强商贸往来 由这个鱼龙业到这个采矿 再去到工业特别航空工业 中国和巴西你都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合 当然唯一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 地理位置相距实在太远 刚刚好在地球的两端 在这个运输、运输成本或者在智能减碳上 是否可以解决到这些问题呢 也有志夫认为王毅选择趁今年 即是中巴建交半世纪之制度访巴西 除了是想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也都表明中国将会加强 和南美洲国家合作发展 美国一直将南美洲作为自己的后花圆 他们一直不喜欢其他国家去南美洲 中国过去巴西 更加多的是政治上的意义 因为中国可以进入美国的后花圆 以前俄罗斯做不到 中国做不到 今次是王毅相隔三年多再次到访巴西 外加部就说此行有助加强中国和巴西两国的政治互信 并且深化各国领域的合作 母亲电视机就在中策器 在巴西首都巴西尼亚报道 一时回来有其他新闻 稍后见 新闻时间 一个女人洗澡时昏迷 一氧化碳中毒 经检查她的热水楼底部有严重收拾 有工程师估计 原因可能包括洗澡时没有开窗 加上涉事热水楼底部售食 泄漏一样化碳 政府说那个36岁的女人事后被送到东区医院 厌事情况稳定 她星期四在家里洗澡时 被发现在浴室内不省人士 机电柱派完到场检查 没有发现有煤气泄漏 但是发现涉事的气体热水楼底部有严重的售食 引致以外发生 有电机及屋宇装备工程师估 气体热水楼运作期间会产生一氧化碳 设计上会有喉管将一氧化碳排出室外 估计可能是市主洗澡的时候没有开窗 令到一氧化碳积聚 一些我们以前传统的非对行式的热水楼的话 它有机会因为在燃烧的时候 它原先打算将空气排向室外 透过窗门 但如果那个售食是严重的话 它可能有机会令到排放的气体的速度会比较快 机电柱说那个热水楼是1995年安装 当时未有机电柱的安全认证机制 所以没有GU标志 提醒若果发现气体热水楼有气体泄漏的迹象 应该立即停用 无线电视机者彭荣熙报道 艺发局扣减器剧协会资助 剧协批评决定反应真的有条线 对创作空间影响大 有议员不同意认为相关尺度早已清座 第三十一届舞台剧奖班奖礼 被扣减资助引起风波 发局说是基于几个原因 包括班奖礼有别以往新增主题 邀请时事漫画家专子 和港台前记者蔡玉玲担任班奖嘉宾 事前也没有和当局商讨 负责举办的香港戏剧协会召开记者会回应 说获资助多年 对方从未要求事前交代 以往多届都有主题 也多次邀请业外人士担任嘉宾 专子先生是资深的漫画家 很著名的 漫画不是艺术 我们请他颁奖 没有和他交心或者认同他的立场 我们邀请这两位人士的时候 他们没有完全抵触任何香港所限制的 什么条款法 扣减资助的另一个原因 是两名主持以红线等为话题 已有所指 以此制造社会话题 贺协说以往都曾经公开 希望当局讲清楚违法的准则 主持人如此轻轻提出要求 可见我们多痛苦 法共都没有想到那里有事 今次下宿的决定就已经告诉别人 真是有条线 你这样引起公众主义是谁做的 贺协说今次事件对创作影响大 要求当局收回相关指控 又说会继续举办颁奖礼 必定合法合理合情 曾经担任魏法局委员的立法会议员 吴杰庄说 艺术团体创作应该基于社会共识 掌握尺度 政府说支持同认同魏法局的做法 强调公帑只会用于支持内容合适的项目 绝非限制创作 个别意见说 今次决定影响甚至扼杀创作空间 是本末导致混淆视听 无线电视记者叶昭雅报道 北韩国防部说 进行了水下核武器系统试验 以应对美日韩近日举行联合演习 南韩传媒相信 北韩测试的是核攻击无人潜艇 北韩先后在去年3月和4月 对叫海啸一营和海啸二营的核攻击无人潜艇进行试验 北韩国防部星期五说 北韩国防科学院水下武器系统研究所 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进行正在研发的海啸523水下核武器系统的重要试验 说北韩军方水下核应对太细正进一步完善 但没有提及试验一时间和结果 也没有说明海啸523是什么武器 南韩韩联社报道 海啸523可能是经过性能改良的海啸系列核攻击无人潜艇 北韩国防部指出 今次水下核武器系统试验 是为了应对美国、日本和南韩近日举行海上联合军演 南韩美国和日本今个星期一开始一连三日 在制州岛以南进行海上联合演战 共有9艘艇参与 包括美国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 北韩强烈谴责美国等国的冒险行动严重威胁北韩安全 警告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说北韩必将迅速果断压制敌人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和平 无线正义者梁永山报道 美国有大学最新研究说 美国人口持续流失 预计到2100年前 全美近3万个城市 有几乎一半会变成鬼城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最新研究 根据过去20年的人口发展趋势 预测美来80年 美国人口将会持续减少 当中以城市人口减少最为严重 由于过去几年新冠疫情期间 企业准许员工在家工作 令原本由于生活成本高涨 城市人口不断迁出的趋势更加显著 研究预测到今个世纪末 全美国近3万个城市当中 有大约一半 人口会减少1成2到2成3 如果生育率持续下跌 城市人口不断迁出 将会有三分二城市人口预减 研究人员警告 人口大幅减少将会带来空前挑战 可能导致交通、洁净水源 电力和网络服务等基本服务癱瘓 研究也发现 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人口减少情况 比其他地区严重 包括密歇根州的抵特律 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 和密苏利州的圣路易斯等大城市 而夏威夷和华盛顿特区的人口 就几乎不会出现减少 研究指出 人口发展不均衡 也会加剧资源分配挑战 人口预减地区的资源 难免会流向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 《无线知识》记者谭雷英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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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